國會擴權的法案 它只是一個小菜而已 藍白現在他們在發動的呢 其實就是一場政變 就是一個奪權的行動 因為對他們來講 總統選不上 他們拿下國會多數之後 他們希望立法權一權獨大 什麼大家都聽立法院的 這樣的話呢 國家就可以被他們拿下來 我們現在民進黨這些相關的場合 已經辦了一百多場 那辦那麼多場一定有它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我們一開始這個主題是 反濫權互民主 那它只是因為之前通過了一個 國會擴權的法案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但是也要告訴大家 國會擴權的法案 它只是一個小菜而已 藍白現在他們在發動的呢 其實就是一場政變 就是一個奪權的行動 因為對他們來講 總統選不上 他們拿下國會多數之後 他們希望立法權一權獨大 什麼大家都聽立法院的 這樣的話呢 國家就可以被他們拿下來 所以呢 通過這一個法案呢 只不過是先讓他們能夠威脅我們的官員 大家有聽過二月的時候 傅崑崎講過 要讓民進黨找不到官座 大家有聽過嗎 有 所以它這個做法就是 你今天官員來 你只要不合他的意 他就表決說你說謊 表決說你反質詢 要嘛就罰款 嚴重一點直接去坐牢 所以像金門那個時候發生翻船的事件 在二月的時候 這個事情大家有印象嗎 有 對不對 當時我們的海委會主委管壁林 有沒有頂住中國的壓力 有 但大家想一想 如果這個翻船的事件是發生在這一個禮拜 高金素媒在內政委員會 會不會突然就排一個金門調查委員會 會不會就把這個主委叫過來問話 問了以後不滿意就把他送到監獄 可以啊 這個時候我們還有辦法頂住中國的壓力嗎 就頂不住了嘛 這就是他們的陽謀啦 他們要把這個國家毀滅 第一個就讓官員沒有辦法做事 但接下來他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二件事情他們要讓這個國家的財政 沒有辦法運轉 所以當國家的財政沒有辦法運轉 你沒有錢你要怎麼做事 你沒有錢你要怎麼去造錢建 你沒有錢你要怎麼去買武器 你沒有錢你要怎麼來做長照 你要怎麼來照顧弱勢 所以他們想要通過法律 把中央的錢灑到地方上 地方上都是誰在執政 都是國民黨在執政嘛對不對 所以當地方上有錢之後呢 他們再把這個錢跟中國對接 大家知道他們提了離島建設條例嗎 雖然被我們退回去囉 但是他們昨天馬上又提了一個臨時動議 說禮拜二要來討論 討論什麼 繼續的要讓譬如說離島來跟中國的這些旅遊 先回覆 他們做的事情呢 是想要讓中國的資金進來 我們的資金過去 而且透過他們這一個建設的條例 當時他們提出的方案 中國人進來不用經過任何的審查 中國的船隻進來 不用再經過什麼禁止限制水域 那個也都不用再審了 所以如果我們持續的讓中央的錢沒有辦法使用 我們把中央的錢被他們的法律放在沒有辦法動的地方 這個時候錢到了地方上面 每一個地方都去跟中國談條件 這個到最後就會變共產黨講的叫做地方包圍中央 你把地方都拿下來了 中央的政權就推手可得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清楚的知道 他們這個陰謀正在進行當中 所以是一步一步一直往下做 他們接下來還要動 他們想要動中沛的六年變四年 他們想要動反滲透法 想要動國安無法 想要動NCC 想要動大法官 這一步一步呢 都是要把台灣努力建立起來的民主價值 一點一點的崩潔 所以說真的 我們很無力啦 我們作為在國會裡面的少數 我們用盡我們的力量 要把這件事情擋下來 但是他們有在怕我們嗎 他們有在怕我們耶 剛剛玉琴文有提到 用咬的用抓的用打的用推的 他完全沒有在懼怕 為什麼 是因為第一個 他背後可能有更大的一個利益結構在支撐著他 但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們最怕的其實不是我們 他最怕的是各位 他怕的是人民 是你們站出來他們才會感受到害怕 他們那時候想要說選罷法 為什麼後來又縮回去 就是因為人民站出來 10萬人在街頭 他們有壓力 他們才會知道要退縮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 我們決定在全國各地 不斷的告訴大家這些事情 而且這個事情是non-stop 他不會停下來 他會一直這樣下去 我的國外的朋友 不管是智庫還是記者都問我一句話 他說 為什麼這些藍白的立委 把台灣當作是最後四年在做立委 好像接下來都不用選舉了一樣 是因為對他們來講 後面有沒有選舉已經不重要了 他們要在這四年的時間 把整個國家奪下來 大家不要小看這件事情喔 譬如說他們在馬祖發什麼福利卡 他們現在在各地的 開始要審查台灣的農產品 這些事情在哪裡都發生過 在烏克蘭 2019年 俄羅斯在烏克蘭就在弄居住證 就在弄福利卡 他跟個別的地方政府 繞過烏克蘭的中央 開始談條件 然後俄羅斯透過烏克蘭的商人 買下三家烏克蘭的媒體 到處散播假消息 說俄羅斯才是母親 烏克蘭只不過在挑釁 澤倫斯基怎樣呢 搞什麼兩國論 這是2019年發生的事情 2022年烏俄戰爭就爆發 一直到2月24號之前 全世界的軍事專家都跟你講 這場戰爭不會打 最後打了沒有 所以我們台灣其實面臨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我們處在一個台灣命運的交叉點 這個交叉點對我們政治人物來講 我們能夠做的當然是要為大家指引 現在往哪一條路才是對台灣最重要最美麗的一條道路 但是這件事情光是我們講破嘴沒有用 真的必須要拜託各位 把藍白的惡行不斷的傳遞出去 我們在這邊很多是本黨的支持者 但是在這個社會上有很多人 他為了生活在努力 他有很多的壓力 他一天呢可能只有10到15分鐘稍微看一下新聞 他沒有時間關心政治 所以在這個當下呢 也唯有大家拉你的朋友 拉你的親戚 告訴他們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在那麼龐大的一個壓力之下 讓大家知道台灣其實處在命運的交叉點 這個必須真的要拜託各位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拜託大家 我們現在前面有中國的威脅 我們後面有藍白作惡 所以我們真的是父輩受敵 但大家會害怕嗎 不會 我們是勇敢的台灣人對不對 對 對方的惡意再怎麼強大 絕對都比不上我們台灣人心智的強大 我們台灣人的心智 我們的靈魂 是靠我們的民主前輩一直不斷的累積 超過上萬場的野台 上萬場的黨外的活動 一直累積到現在 雖然有人已經離開了台灣 但是呢 他都寄望著他的意志跟靈魂 寄宿在各位的心理裡面 我們台灣人的強大是在於這裡 這就是我們能夠抵抗中國 能夠抵抗藍白最重要的力量與知識 所以在這邊必須要拜託各位 我們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剛剛我們看到有小孩在這邊蹦蹦跳跳 我們不知道在我們的有生之年 我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看到台灣成功的抵抗這些惡勢力 我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夠抵抗這些外來的威脅 但是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小孩 能夠持續的生活在下一代 我們知道我們希望 我們所累積出來的力量與知識 能夠傳遞到他們的身上 但這個真的有賴於各位 所以最後呢 我還是要鼓勵一下大家 雖然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今天是禮拜天 今天是禮拜天 我就有點忘記了 我昨天三點才到家 我從台南開上來 所以呢 就是呢 大家現在都很忙 大家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台灣現在真的處於一個非常紛亂的時代 我常常引用我最喜歡的雙城記 他說 我們現在是最好的時代 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我們是一個智慧的時代 我們也是一個愚蠢的時代 我們是一個通往天國的時代 也是通往地獄的時代 他當時是寫在法國大革命 那個紛亂的時代 跟現在的台灣是一模一樣 但是台灣會走向哪一條道路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的民主前輩選擇的 都是最艱困的那條道路 如果我們跪下來屈服 那個很輕鬆 但我們的下一代就不會再存在 所以台灣人從來沒有再選擇輕鬆的 只有傅崑崎 只有黃國昌 才會選擇那一種道路 我們作為台灣人 我們所選擇的一定是堅困的道路 這一條堅困的道路 他是一個康壯大道 他雖然不滿荊棘 但是這是一個智慧的路 他是一條美麗的路 而且他是一條獨立的道路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拜託大家 我們把這些聲音傳出去 我們讓大家知道我們台灣面臨的處境 我們只能夠繼續的撐下去 不要讓他把司法院廢掉 不要讓他把NCC也廢掉 我們不要讓他這些陰謀可以持續下去 拜託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陳柏洋委員 謝謝